每周五次每晚六点央视七套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各位小时候有翻过墙爬过门的没有啊 是否也像我一样曾经跃跃欲试过呢 其实在咱们农村啊 这点事都不值得拿出来炫耀 哎干过这事的人都先别得意啊 没出事是您的运气 看看下面这两个孩子 你肯定就有和我一样的感觉 爬墙上树这事啊还真是不能干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铁门 顶端按着尖刺是用来防盗的 这个孩子的手被戳穿了挂在铁门上面 群众很快报了警 营救人员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了现场 现场的情景让所有人触目惊心 但是像这样的意外伤害并不是偶然的 最近在广西柳州市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情 被这个电线杆和这个住户的这个院墙 这刚好卡在中间 碰一下他就大哭 我心里很着急 不知道怎么办 他好 群众打电话报得紧 民主人员很快来到现场 这个小女孩 她这个左脚这个膝盖 大概都不会被卡在这个电线杆 与这个墙之间 她这个表情比较痛苦 有一个群众在那里拖着她 防止她继续下滑 这是120急救医生也来到了现场 院墙与电线杆之间有一个空隙 大约也只有10厘米 比一个儿童的腿还要斩 女孩的腿是怎么伸进这个空隙里去的呢 又该怎么把它救出来呢 公安民警跟这个人民群众 都建议我们把这个墙 把它破裁掉 只要把墙拆掉 小女孩的腿自然就取出来了 可是营救人员并没有这样做 太强可能会对这个女孩子 造成这个第二次的伤害 因为你这个一堵墙在这里 不能够说 你要很精确地破裁哪个部位 就破裁哪个部位 可是只要慢慢地把附近的砖头 一块块拆下来 就不会产生伤害 但是她需要的时间很长 小女孩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从小女孩出事到现在 已经快一个小时了 要是一块块地拆掉砖头 时间肯定满足 必须有更快的办法 利用我们这个墙线救援器材 在这个电线杆与这个墙之间进行扩张 扩张出给它有这个空间 让这个小女孩出来 研究人员决定使用液压钳 很快一切准备工作迅速完成 液压钳开始扩张 既然能卡在里面 说明腿与空隙的宽度差不了多少 液压钳明明把空隙撑开了一厘米了 怎么就取不出来呢 它主要是说压迫了血管以后 动脉的还有血液还是有点过去的 但是静脉的回流的波动比较弱的 就是回不来 引起了医血水肿 液压钳最多只能撑开一厘米 无法再扩张 营救失败 孩子在那里哭 他喊得就是湿惊裂肺的 脚还是比较痛苦 因为他的脚压在那里比较痛 据围观传众说 这个女孩就在附近上学 那么她是怎么被卡在这里的呢 就在这时 急救医生发出了最后痛点 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 会引起一个自体的患势 要追之的话 对小女的后半身影响非常大 现在只有最后一个办法 经过慎重考虑 警救人员决定采用另一个方法 为什么一开始不用呢 他们说有很大的危险 这究竟是什么方法呢 利用我们那个启动气垫 书箱放置在这个 小女孩这个腿上部的这个空间 这就是启动气垫 可以产生十吨的扩张力 足以撑开空隙 那为什么说它有危险呢 墙面可能会倒塌 要跟着这个电线杆 它可能会往另外一边倾斜 然后压着旁边围观的群众 但是如果再耽误下去 小女孩就会有更大的危险 只能冒险一试了 一个是我们尽量的这个选好这个墙 与这个电线杆之间的着力点 最大限度的避免这个墙倒塌 第二个与这个当地的这个公安机关协调 这个由这个公安机关 替我们在旁边这个警戒疏伤这个围观的群众 为了增加热滑 营救人员又在背卡部位倒出了花生油 其中气垫越来越古 空隙在一点一点的扩大 其中气垫放上去 承开以后有五到十厘米的距离 营救人员用液压钳在下面固定 上下一起用力 小女孩被救出后 很快被送到营养 救出来以后 那个动静慢的血管都通了 血液损狂已经通畅了 肢体的颜色有恢复的正常 经过照片以后 骨头也没有骨折 给它简单的一般的处理 以后就回家去学去了 这个小女孩叫温碧鱼 今年只有七岁 读小学一年级 据她说 那天放学后 她和几个同学边走边玩 来到了那个墙头边 跑上去在那里玩一下 然后我们就下来回家 温碧鱼是个活泼好动的孩子 经常爬高上低 爬这种矮墙 对她来说不在话下 温碧鱼说以后她再也不会去爬墙头了 被卡住的痛苦感觉 她永远也忘不了 小女孩已经得救了 没有出现残疾 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 那名被挂在铁门上的男孩 还在等待着营救 那么粗的铁刺 戳穿手掌 光看着心里就发毛 该有多疼 到底该怎么救她出来 快乐的暑假 懵懂的少年 却隐藏着浮以察觉的危机 看多少次掠走新人的眼泪 为了避免这样的伤害不再出现 为了弱小的心灵不再遭遇惊险 如何警惕 如何避免 如何处理 如何应变 生活567 暑期儿童安全系列 要出实验埋伏 近期播出 记录真实 服务民生 生活567 和你在一起 这个男孩面色苍白 挂在铁门上 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 现场有人提出 直接拔除 这种方法行吗 不能 因为这个 具体情况不行 那个是 那个关签 全部是个福星的 一把他拿回去 对他神经啊 肌肉啊 血管甩上 你可能还大 围观的群众中 有人通知了他的家人 孩子的妈妈赶来 我现在好急的 我现在拿个血刀 我流进口 你还急不高 我现在这么经过儿子 李金内是湖南累良人 和丈夫到郑州十几年了 靠摆水果摊为生 受伤的是他最疼爱的小儿子 名叫陈秋生 今年15岁 我听到他在上面 和爸爸 他肯定一定是存在 好厉害厉害的 我心里好难受 可是看起来 那么平常的铁门 上面的尖刺也并不锋利 怎么会把儿子的手扎穿了呢 现场的人 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问题 这种铁门非常普通 在城市乡村都可以见到 我们问问这些孩子 他们都有谁爬过铁门 你爬过 你爬过没有 爬过 你爬过 你爬过没有 也爬过 陈秋生是不是爬门时戳穿手掌呢 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 最要等的是把他先救他 硬拔的方法可能导致他残废 那么到底该怎么办 我们决定的话 用切割机 把这个钢管 就是切一截下来 然后就是两桶钢管 以及这个小孩子 一起送到医院去 切割的速度很快 大约十分钟左右 铁刺被切断了 可是怎样把它弄下来 也是一个难题 陈秋生站在铁门上 如果稍有不慎 铁刺脱落或者晃动 就可能伤害到鸡肉和神经 营救人员继续做了 我先冬起 然后让他坐在我肩膀上 然后等他坐稳以后 我慢慢地起来 把他背到丹架上 孩子的手上 还带着那根切下来的纸子 营救人员小心翼翼地行转 那个铁刀 右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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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陈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生立即给陈秋生做了检查 他的伤口都是从这个前臂的前侧 刺入以后从手背的磁侧出来 所以看见伤口也很长 经过检查发现 陈秋生很幸运 铁刺在皮肤下面扭转了一下 没有伤到神经和肌腱 然后在码头下面呢 就给他拔出来 由于救援及时 赢得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医生很快取下了铁刹 经过治疗和休养 十天以后陈秋生出院了 如今两个多月过去了 他恢复得怎么样了呢 经过一番周折 我们的记者找到了陈秋生 他享受了那天受伤的经过 就是这样 陈秋生经历了这场磨难 如今他的伤势恢复得怎么样了呢 稍微比以前的时候 稍微有点确信 不如以前灵活了 比以前总是差一点 万幸的事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如今陈秋生还会去爬门吗 如今陈秋生是明白这个道理了 可是他谈到的一个情况 去统计 我国每年有几十万儿童 因为意外事故导致伤亡 其中攀爬跌落是第一位的原因 另外 儿童意外伤害事故中 一半发生在寒暑假 所以现在家长要特别注意了 看紧点孩子 别让这样的意外再次发生 说实话 谁小时候都有调皮的时候 不怕您笑话 我上小学还翻过同学家的铁栅栏呢 裤子都撕破了 现在看来啊 这冒险的事还真是做不得 这教训咱们得吸取 要是明知山有虎 还偏向虎山行 那可真是在拿生命开玩笑 非得如此啊 其实在一些看似安全的地方 往往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威胁 这不 一个不切的小窟窿眼 就把大家伙给难住了 明布市江北区某小学门口的公交车站里 一名小学生的手指 夹在了后车椅子上的洞眼中 那么手指又是怎么被夹住的呢 下手的孩子叫小贝 这天妈妈来接他放学 他在公交车站等车时 闲得无聊 看着满凳子的孔眼觉得好奇 于是就拿手指戳这些动眼玩 这一来二去的还真就出不来了 小贝一看着急了就使劲的往外拽 可越着急越是弄不出来 那么作为家长或者周围的人 突发事故呢 由于此时小贝的手已经肿胀很明显 好心的路人只好请来了消防侧警大队 手呢在下面嵌入很深 而且钢的侧臂已经嵌到这个肉里边了 母亲也在旁边很着急 虽然钢板很厚 三纯破拆钢板是很容易的 但是既要破拆钢板又要将手救出 这就很难了 如果椅子的这个距离没有掌握好 一个小小的微动 那轻则叫骨头蛇 重则就是整个的尺寸 切割方案采取以背夹手指为原心 呈三角形方向进行切割 最后破开孔洞取出手指 80度已经剪了一边的弧线 这边再剪一个 再接近这个弧线 然后把这个中间的扇形拿下 中间的手指就拖出来 平静小组先用大的液压剪 将周边多余的部分剪掉 然后用小的电动剪 连80度长的方向 从两边剪出一个三角形来 此时剪子正以直线前行 快要接近手指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 正当剪子在右边剪开一段时 意外发生了 你瞧 当剪子从右边剪下去的时候 由于力度弯了 另一边的钢板就翘了起来 幸好离手指跳远 否则后果不堪事 我就是担心他的手会不会断 虽然受了不想的惊吓 但这让大家想到了钢板这种的特性 其他的伸展性 也就是惯性作用力 利用这种特性 能否在接近手指前的几毫米内 钢板自己断开 我们就利用了他的一种性 延伸性 他查到这个动力 我们离他还有几毫米的时候 他的钢会自动崩开 虽然清楚了钢板的这种特性 但为避免小辈的手指受到更严重的伤害 营救人员更加小心点身 大家小心翼翼地移动着简 脸看很快就要接近手指了 他给下个看好一点 我下个我说好一点 往前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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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停 再退回来一点 再退一点 就这么一点点 左右左右左右 前后前后 这么一点点接近他 最后接近的缘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